歡迎收看表股奇蹟 我是詹璇一好 我們來關心 台北股市失去在高檔 鑽藏整理 今天台股中場 小漲4點 設在9月2點 量能還是不足800億 那麼期貨漲36點 營價差來到了80點 行情怎麼觀察 我們請要專家 顧得投顧的高博捷副總 高副總好 璇一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高副總我們看到 確實今天的行情 還是一樣 只有小漲4點 每天台北股市都在盤 我們甚至說盤了 將近有一個月了 那麼投資朋友想問說 老師這個時候 到底要怎麼辦 當然盤 我們講盤局 其實在指數的人 會被多空 被修理 所以這一陣子來 你做指數的人 說實話 很辛苦 很辛苦 會發生一個狀況 就是那個 一架交易 一架脆的交易 它不是一個趨勢 它一個橫盤交易的時候 很容易這樣子 扒來扒去 扒來扒去 你的那個錢就一直這樣 流失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講說 其實在這個行情 過程當中 其實股票是最好做的 不相信喔 你就把指數都要打來看 有沒有橫盤在那裡 每天都快睡著了 那個交易就一點點 你說指數能夠賺大錢 哪個人賺大錢 外資 外資賺大錢而已 一般的散物投資人員想要 我想要賺錢 我想要博大 我想要來 我們想穿了 其實有時候股市是一個心理遊戲 那個心態是什麼 你是跟莊家跟 應該說你玩喬白 是跟人家對賭的時候 就是在比心態 吹牛 我來跟你吹牛 我說我有那個 我有那個 然後他在比 比心態 他是不是真的有 股市就是這樣 然後上向下下 上向下下 這一段日子 你覺得要上去 我要啪 他就給你打下去 你覺得要下去 啪 他就給你拉起來 有人最近那個臉好腫 為什麼 被扒一個巴掌後 又扒一個巴掌 所以我這陣子 你會看到我臉沒有胖 那是因為我有運動 那是因為我做股票 我做股票的時候 我掌握到timing 那個timing 其實我跟大家講過 其實最近做股票並不難 然後尤其是要賺錢 在股市裡面要賺錢 其實沒那麼辛苦 只要你掌握那個弱勢股 這一陣子來跟他講的弱勢股 Anyway 昨天以前我都跟他談過了 我今天要談一些 我之前跟他講的這個 如果你把架構知道 其實你對最近的行情 不會太陌生 那高低檔我跟他談過了 中小金股也回檔了 他現在跟你講這個 其實雖然你看那個指數 好像尾盤都在拉對不對 但是這個不一樣了 來 導播可以 我們來個分割畫面 來跟他談 最近這一個月的股票 我跟他提醒的股票 都在裡面講過 來 可以把2409的 有打的K線都打出來 我相信在建高點的前一天 我跟大家提醒過了 那個建高點的前一天 我跟大家提醒過了 不要追了 不要追了 如果你追上去的話 你在追買的時候 你現在很痛苦說奇怪 指數就會橫在那裡 也沒什麼跌 那為什麼我的股票會跌 那就是因為時間不對 買點不對 掌握賣點反而是對的 掌握那個空點反而是對的 好 友達 當你看到友達 友達全資股吧 我跟他講說7月8月 買超第一名 外資買超第一名 就是什麼 就是友達 所以基本上 你認為外資沒有在賣 外資在資金大挪椅你知道嗎 我都可以提醒大家 資金大挪椅 熱錢追完追足 報酬賺完之後 他要尋求下一個出口的時候 他一定會先賣 他要轉別的 轉什麼我等一下跟大家講 再來2353的宏基 這一個月來 很多人說 這個股票好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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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那一根黑棒 我相信我在之前跟大家講說 這個股票要跌了 那一根黑棒 啪 讓這一個月來 追逐的人全部套牢了 所以不准指數這樣子 好像被扒來扒去 買股票的人 其實基本上看到牆去追 也是沒逃到便宜的 再來這個是全資股 來 我跟大家提 今天要看一個重點 2330的台積電 有沒有看到 我跟大家講說 這個大盤量反轉的訊號 就是在台積電身上 好 它基本上你小心 我說那個反轉總在不知不覺中 就是那個做頭往下彎的時候 它總是在不知不覺當中 或許它很多的利落 或許大家認為說先蹲後跳 但是為什麼漲不動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個熱錢 它追逐了報酬的時候 它已經認為很多的股票已經漲 漲到 不要用五把五天 講到它已經超乎它價值的時候 它買不下去了 它買不下去了 不然為什麼不漲 連外資都買不下去了 那你覺得呢 連外資買不下去 那更別講買不下去 當它倒出來的時候 你現在看到它還沒有倒 它是在慢慢的轉向 讓你覺得說有希望 再做一個所謂的誘多的情況 在大盤這個部分 做個誘多的時候 這個就是指標 這個就是指標 這我之前跟大家提醒過了 來 今天有個重頭戲 有一檔超級重量級的股票 做了一個出席 叫3008的大力光 你現在如果看到的 它叫做還運圈值 對啊 填錫 好像填錫在幾分鐘 啪 就開始貼錫了 好 我說這個也是指標 它如果進入了那一根 紅棒的最高點的那一天的 大量的缺口的時候 那這個也是反轉的指標 所以外資它為什麼不買了 我請教大家 你知道外資在想什麼 這個股票這麼貴了 它也買不下去了 既然它買不下去 那當它開始殺出去的時候 當它開始要賣得出去的時候 它要去轉別的地方的時候 這些股票都會受到影響 而且這個影響一下去 那個大盤起跌的速度 會非常非常快 好 當然這一陣子看到這些股票的時候 那外資在想些什麼 我要跟大家講 其實有句話 什麼叫黃金交叉 什麼叫死亡交叉 我們講的不是技術分析的黃金交叉 死亡交叉 是你的人生 你的事業 你的財運當中 有沒有出現一個轉類點 轉折點 我經歷過 我在20年前 我曾經經歷過這樣的一個轉折 因為基本上 如果從事這個行業 如果你要在股市裡面 要賺到錢 那一定要有一個 很明確的方法去知道說 當這個機會來的時候 你要把握住 人生也是一樣 運勢裡面或工作的機會 或者是老闆要把你升官的時候 或是你有一個非常好的 一個機會的時候 你要不要把握住 好 當然我為什麼要講這些事情 我要講這件事情的是 即將台股跟某個股市會出現一個 一個叫黃金交叉 一個叫死亡交叉 也就是外資為什麼買不動呢 他現在默默的在做一些動作 那個動作 當他殺出去的時候 他開始買那邊的時候 好 你現在看到大盤 你又看到了台股市在9000多了對不對 他不是低檔了 是高檔了 針對熱錢外資的角度來看 他已經是高檔了 他高檔的時候 在這些台積電 大力光 他都買不下去的時候 他在找尋下一個資金的出口的時候 然後他會找去哪裡 我昨天有講過了 資金大挪移會往哪裡走 來 我們先看那個深圳股市 你有沒有看到這張圖 給你10秒鐘 你覺得他低還高 好 再來 那三條線 一個叫季線 一個叫半年線 一個叫年線 這個位置上面 如果你是一個熱錢外資 但是你看到奇怪了 全球股市 美股 東協股市 韓股 台股都漲上去了 為什麼他沒有漲 他看到了 他覺得說這個位置上面 他的機會在這裡 他要開始做大挪移大測出的時候 從台股大測出的時候 全球股市大測出的時候 會轉到這裡來 為什麼 因為他正站在所謂的起漲點的位置上面 也就是我們不管是補掌也好 或是他整理時間夠久 整備要發動的時候 台股熱錢的挪移 將會影響到台股往下崩跌 因為最近你又發現沒有量 沒有量外資就讓一隻手稍微撐了 歐尾盤撐一下 歐尾盤撐一下 那個叫什麼 叫流動性風險 大戶不玩 閃戶也不像共襄政局 當他自己要殺出去的時候 那跌的速度很快 再來一個股市 上陣 上海中和指數 你有沒有看到 年限stand by囉 年限雖然不會一直過 但是前三天的那一根量已經表態了 也就是要站在一個發動點上 即將黃金交叉的那個點來了 即將黃金交叉的點的時候 對台股來講 懷股是死亡交叉往下的 所以這個行情 來到這個位置上面的時候 我覺得如果你真正想要賺錢 你想要享受人真的轉折 想要享受財富的轉捩 轉捩點的話 現在是一個非常好的時刻 不遲也不早 剛剛好 這個時間是非常好 當然我之前跟大家講的一些中小股 一檔一檔底的時候 我跟大家提醒的指標股 全治股也開始反轉的時候 接下來指數的部分 就要開始往下避險了 這個方式來講的話 我覺得最近指數在那邊八來八去 很多人已經被保證 已經被賠到已經受不了了 所以基本上要做就要做一個趨勢 要做就要做往下趨勢裡面 我覺得放空股票是最安全的 當然我今天有準備兩檔 我覺得這個時間剛剛好 是因為我覺得這個時間 有些股票要開始起跌 那個起跌一定會 它高檔整理盤頭的那種形態 我覺得這一檔 你要把握住 像這樣的股票 這個做一個我們講的頭肩頂的形態 而且這裡有爆量 像這樣的股票其實空這裡太早 空這裡太早 空這裡剛剛好 就右肩的最好空點 而且是反彈的最後拉高的最後空點 像這樣股票它未來 當跌破這一條緊線的時候 它會加速度 但是第一個空點就是在這個 做頭的右肩的這個位置上面 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是你人生跟財富一個轉捩點的 一個最好最好的一個機會 當然還有一檔 我覺得這個股票也是一樣的 頭肩頂形態的 同樣的 這個地方出貨的情況非常明顯 而且說實話 今天就是起跌連 還來得及 不要等到破這條緊線 破這條緊線快速下去 去補這個缺口 為什麼 因為背後這個地方 有拉高出貨 甚至是利多出進的 這個情況 反而利多不漲 下跌 像這樣的股票 其實我覺得是你一個機會 是你一個在人生的黃金交叉 財富的黃金交叉 往上的一個 最好最好的一個機會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或許大家會覺得很沉門 但是其實放空 其實往下操作並不沉門 而且是接下來的一個 我們講的主菜 大菜 都像要正式增長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缺席 為什麼 因為我總講一句話 機會是留給準備好了沒 你準備好了沒 好 謝謝高副總 我們先休息片刻 想掌握更多投資訊息 廣告之後 馬上回來 投資 獲利 雙指標 固德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 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 幫您創造傲人績效 固德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票雙振兆 旗鼓雙贏一把兆 固德投顧就是 固德投顧 零二二五七八三零零零 二五七八三零零零 投資 獲利 雙指標 固德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 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 幫您創造傲人績效 固德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票雙振兆 旗鼓雙贏一把兆 固德投顧就是 Good 零二二五七八三零零零 二五七八三零零零 歡迎來到表谷奇蹟 那麼後續台股奇間或行情 該如何操作 同樣請到專家了 固德投顧的蕭又銘分師 夏老師好 全國觀眾朋友 大家晚安 晚安 主播大家好 好 現實 夏老師每天都會跟觀眾朋友說 其實每一天不管那麼操作 都一定要做對 所以今天想問說 怎麼樣才可以做對 投資朋友有沒有做對方向 我覺得明天真的是 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變盤店 明天星期五 對 一定是 我很擔心一件事 就是說 假設從明天開始 萬一有 這個機率滿大的 萬一從明天開始 台股再走一個強軋控階段 各位一定說會嗎 還真的會 你說那到底怎麼看 我們來看一下 各位請看 畫面上你所看到的 是加權股價指數 那麼從七月底以來 一直到今天 這是七月底 今天是8月18號 畫面上你所看到的 這個叫日K線 過去這幾天 這一陣子 各位您收看這個節目 我們大部分是用指標 特別是反轉指標 跟各位做分享 就是說反轉指標 心理線來到正50 你就做空 負50就做多對不對 因為指標比較單純 指標錯就是錯 對就是對 正50就是空 負50就是多好 我們今天換另外一個方式 來 各位請看 如果單純就加權股價指數的K線形態 我們用黃金切割率來看 各位請看最低點在哪裡 最低點這裡叫近期 近期在8916點 最高呢 最高你說我知道92公司9200點 對 所以站在黃金切割率 0.382 0.618這個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什麼 正中間這個中間值 中間值代表什麼 代表8916 因為這裡起到9200點對不對 假設我 我在8916這裡 假設他還是一檔股票 我買了8916塊 我在9200點這個位置 我又買了加權指數 買這個最高點 那麼請問各位 依照黃金切割率也好 請問我 平均交易成本在哪裡 好 那不就8916到9200 所以會落在哪裡 會落在9058點 哪裡是9058 約略在這個位置 等於說多頭 他會強力防守在9058 可是我要跟各位講 其實這個不重要 你說這個不重要 對 各位請看 我們在過去跟各位報告 技術分析分成指標跟型態 那麼指標裡面 有一個叫趨勢指標 一個叫反轉指標 我建議所有的朋友 特別是你有針對指數 在做交易的 你不避免使用趨勢指標 因為它是被動型的 當你用移動均線KDE或MACD 你不管你交易了多久 你去回顧 你往往當移動均線轉正 股價站上均線 MACD轉正 KD指標轉正 你一進場 就是反轉點 就是最高點 因為它是被動的 你是被動 看到這些指標轉正 你進場 所以趨勢指標 對於一些接觸指數的朋友 我覺得你的壓力很大 你應該怎麼樣 你要用反轉指標 你會覺得比較輕鬆 你會每一天 充滿了無限的歡心 好 回顧頭 我們來講一下形態 形態的過程裡面 當然有波浪 有圖形 有黃金切割 對不對 我們剛剛簡單提到 像黃金切割 好 我們再來講什麼叫形態 來 各位請看 這個是一樣 7月底到今天8月18號 我們來看台北股市 請問你這叫什麼形態 這個叫下降蟹型 這個叫下降蟹型 什麼叫下降蟹型 下降蟹型代表 針對未來的評價 他是怎麼看的 他是看反轉強烈上揚 這個叫下降蟹型 你看他 往下跌就叫下降蟹型 對 我們舉個例子 來 各位請看 一樣是加群指數 好 那麼這個過程叫做下降蟹型 也就是說 好 不是上升三角形 也不是下降三角形 就是說它是一個下降蟹型 下降蟹型你要提防 接下來要準備一個多頭的反撲 那問題是 他什麼時候後要反撲 好 我們來看 一 兩 三 我不是要跟你算波浪 是 五 接下來這一天紅K棒 是不是展開了一 二 三 四 連續四天突破前高 絕對有 怎麼沒有 你在這邊空的 這個上來你一定又被擋空了 所以你要提防 為什麼 因為台北股市現在是下降蟹型 問題是 這個下降蟹型是持續往下 依照這個下降軌道 持續 持續情境 還是它要反轉了 沒有 它現在是要繼續 這個下降軌道繼續走 還是說 我要去 它是要去的 你說什麼 它是要去的 它有什麼是要去的 因為今天台北股市是多少 9122點 夠了不起 它今天如果收9120 我會認為這個下降蟹型應該會持續 可是它因為今天不是收9120 是說9122點 我真的會怕 我不會怕 如果我是替 放空的朋友 我替你擔憂 你要提防 你一定告訴我為什麼 來 第一個 這是不是下降蟹型軌道 這一天是不是突破 突破什麼 下降蟹型這個軌道的一個切線 往上做突破代表怎麼樣 我要反轉確立 你說可是這裡有長黑 對啊 那你請你告訴我 如果這是個下降蟹型 那這個呢 這不是一個上升蟹型嗎 它是不是在這個上升軌道做行進 它什麼時候要跌 這天 這支黑色的這支 你忘了你黑色的這支 對 這裡是不是跌破 這個下 這個上升蟹型的這個軌道線 代表怎麼樣 我要跌了 那目前呢 目前叫下降蟹型 所以你要提防 那麼提防什麼 提防如果 如果米亞債 米亞債拜五 米亞債禮拜五 8月19號 如果加權指數 今天是收9122 剛好在這個突破的點位 剛剛好在這個突破點位 也就是說 如果加權指數米亞債 它硬是守在9122 那你就要提防了 它不排除再加你一波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 當你用型態也好 用指標也好 第一個 我們舉例 這是加權指數 從8月11號 一直到今天是8月18號 從8月11到8月18 要怎麼做 沒什麼要怎麼做 反正就是最低點做買進 最高點做賣出 就是最低點做買 最高點做賣 低點做買 高點做賣 你說事後大家都會對不對 拿一張表出來 最低點寫一個買 最高點寫一個賣 那最低點為什麼要買 因為它會漲 那最高點為什麼要賣 因為它會跌 你說對 你講的我都對 我小時候 幼稚園6年級就知道了 好 那關鍵在於 怎麼去把握到最低點到了 我們是要怎麼去知道說 最低點到了它要漲了 最高點到了它要跌了 不是用移動平均線 也絕對不是用KD指標MACD 你每天去改它的參數 我給你保證 你不可能改得出來 為什麼 因為它叫趨勢指標 趨勢指標一定是股價或指數 它漲了一段了 它的指標才會轉正啊 問題是指數 每天這樣子高頻交易 你哪有可能做得到 我跟各位報告 你不可能的 那絕對不可能 你只要能夠用MACD 用KD 我沒辦法想到 但是你是要怎麼做得到 你只有使用反轉指標 你才可以讓你自己在 這個幾乎就是最低點 跟最高點 做得到嗎 當然做得到 哪有可能做得到 你說要怎麼做得到 所有你有這個系統的朋友 包括過去 你來上課 我都有提供給你 免費的 你帶回家自己安裝 對不對 對 你告訴我 PSY叫心理線 心理線當它來到高檔 問題什麼時候是高檔 正50叫做高檔 什麼時候叫D檔 負50叫D檔 那它的正常軌道在哪裡 在0就是0在中間 往上拉到正50 往下跌到負50 因為它叫反轉指標 它不是趨勢指標 所以這裡叫負50叫9063 這裡叫負50叫9073 我更要問你說 加起做多的辦法 趨勢指標在這裡 我跟你保證一定是空 在這裡一定是空 這裡一定是多 這裡也一定是多 你怎麼做得贏 那是台灣話說 那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我知道這個要講到 各位你能接收 因為大家長期使用趨勢指標 已經很長一段時間了 可是還是跟你分享 針對高頻交易的商品 你要使用反轉指標 當然你也可以去嘗試 使用什麼乖離率 我覺得是OK的 你使用KD J 不是KD KD J 什麼叫J 三個K減掉兩個D 就叫J 這個J也是個反轉指標 你可以用乖離 用VIX 等等的 我覺得都OK的 會比你現在使用 移動頻率線之類的來得好 所以我們來看 當你在-50 -50站在正向 他結果漲了110點 來到正午時 你千千萬萬不要做多 然後因為他會大跌100點 來到-50再怎麼樣 他也漲了個60 對不對 好 知道今天是8月18 早上我們製圖是在 今天早上的10點35分 因為我個人在友台中午 還有一個節目時段 那麼來到9133 這個叫什麼 叫正午時 代表說他會漲 你說現在要怎麼辦 現在很簡單 明天他撩到正午時 那你就要站在空方 明天他跌到-50 那你就樂觀 不管台北股市接下來 他是往上走 往下跌 因為你要記住 不可能是這樣直線走的 不可能的事情 也不可能這樣直線跌的 除非是崩盤 對不對 所以不管未來整個結構 是往上做行徑 往下 他一定像個波浪一樣 這樣一高一低 一高一低往上提升 往下修正也是一高一低 一高一低往下修正 那你該怎麼做 你要在低一點多 高點空 低一點多 高點空 你自然而然 就會是市場最大的贏家 那麼這是我們目前提供 給我們內部朋友的一道操作系統 那麼我們依照這個模式 給我們一些成員 如果說各位朋友 您對我們的PSY 以及我們的操作 想進一步了解的 也歡迎您 可以稍待 打電話給我們的副人員 感謝大家 也祝所有的朋友 合家平安 身體健康 謝謝你 刀骨奇蹟 感謝收看我們 明天同一時間下會 拜拜 投資 獲利 雙指標 固德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幫您創造傲人績效 固德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票雙震照 旗鼓雙贏一把照 固德投顧 就是GOOD 02-2578-1000 2578-1000 有了悠悠要高 大家都是好角色 Oh 悠悠 跨越百年時光 天天為您開啟曙光 帶著每一份托付 信賴就從這裡開始 你好 謝謝你 信賴永遠都在 中華郵政 有了悠悠要高 大家都是好角色 Oh 悠悠 插話界的諾貝爾 國際安徒生插話大獎 50周年展 首度官方授權 全球首站在台北 世界頂尖插話作品 萬中選一完整呈現 集結二十個國家 三百件創作 看插話 讀貴本 玩創意 揮開想像的翅膀 一生必看經典之作 齊聚台灣 今年暑假 帶您進入世界插話 最高殿堂 精彩可奇 不看可惜 國際安徒生插話大獎 50周年展 中正經典堂 盛大展出 投資 獲利 雙指標 固德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 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 幫您創造傲人績效 固德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票 雙振兆 旗鼓雙贏 一把兆 固德投顧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投資 獲利 雙指標 固德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 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 幫您創造傲人績效 固德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票 雙振兆 旗鼓雙贏 一把兆 固德投顧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有了悠悠要高 大家都是好角色 Oh 悠悠 Time to step it up You should You should step it Step it 入主 ODA3 S-LINE 特使版 即可升级 S-LINE 外观套件